疫情重創經濟 去年世銀已經預計新冠疫情 將會導致全球一億人陷入貧窮 香港呢?不用多說 自從第五波疫情爆發 不少餐廳、戲院、美容院相繼結業 很多人連工都沒有賣 住在劏房的低收入人士 絕對首當其衝 不只要承受很大的經濟壓力 惡劣的居住環境 更令他們提心吊膽 他們叫我走 他們跟我說,走到這個門口 你不可以回來,你不要回來 病毒橫行 人與人的接觸絕對是全部關鍵 住在劏房或板間房的人 和其他住客尚且有一板之隔 但床位戶呢? 十多人困在同一屋纖下 你和我就只得一張床的距離 風險可以有多大? 粗略估計 現時全港大約有超過100間床位御所 裡面客廳、房間 放滿幾張到十多張磨架床 租客各佔一格床位 大家共用廚廁、飯桌和活動空間 像朱女士一樣 就以2100元月租深水埗一個床位 和11個陌生男女同住一室 莫說沒有私隱 疫情下感染風險也大大增加 都是覺得自己回到家 雖然那間房子這邊 很多人不是車門 回到家裡 都要輕鬆一下、放鬆一下 去大口罩 那些示範 其實也是同一張桌子示範的 大家都會說話 都會聊天的 那是不是怕其他人會歧視? 如果有病都不敢出聲? 對,如果有病是不敢出聲 你一出聲就立即要叫你離開 一天心驚膽戰 但幸好他二月中真是中招 當時快速檢測程陽性 都未知可以怎樣做 其他床位戶已經出聲趕他離開 病了一招就不讓你住 他們不是我 你行這個門出,你沒有法令 但一出他 都不知道在哪裡找地方住 或者是那一晚關心要大、雨要大 極度無助 他打算去公立醫院看急症 希望入院留醫 那就有個容身之所 誰知道連醫院都不收他 醫院急著說 大家都知道 看醫生等了很久很久 他們要跟我說 你這個沒有法銷 證書不是很嚴重 我們不看 但政府專門看這個症的門等 但我打電話也打不通 差點要帶病露宿街頭 幸好在朱女士最終得到工作的 護老院宿舍暫時收留 第二天 他再去另一間醫院求診 一樣說不看他 唯有自己買藥食 之後輾轉才找到一間賓館落腳 租金連按金要成八千元 對他來說簡直雪上加霜 我多想靜空衛衛理我 一下子幫我拉到隔壁 又幫我怎樣 根本沒有人理我 靜空隔壁是不是 首先要得住 沒有人理我 我學生良人 床位護仲礁 無處容身令人心酸 其他劏房戶其實都不好得去哪兒 狹小空間 家人互相感染避無可避 居住環境亦被想像中惡劣 做清潔工的姻女士 和老公住在這百尺不夠的劏房近六年 每天上樓梯都是有苦自己知 這天我們跟社工Aster 去到深水埗一些劏房臨立的舊樓看過 一路走上去 發現地上有不少垃圾和用過的口罩 每層轉角更誇張得堆起垃圾山 鎮鎮酸叔臭味還不停供到來 其實全香港有很多這種類型的堂樓 MO大廈 意思是它沒有業主立案法團 也沒有一些管理公司 所以你會看到這裡的大廈 其實很依靠居民自己自律 如果你不自律 把垃圾扔到附近垃圾站的話 其實就像這裡一樣積存了很多垃圾 其實這些舊樓有很多劏房 說的是一壺可能劏四、五貨 其實街居垃圾很多 而且你會看到他們會有些口罩 而且這幢大廈過去14天曾經有人確診 所以基本上居民出出入 已經有很大的感染風險 剛才看到地下 其實街坊都丟在大廈外面 其實對附近的行人來說 都有很大的風險 但是多久沒有清過這些垃圾 其實應該是上個月的月底開始 它就請不起清潔工 而且疫症期間清潔工的價錢 以前就貴了很多 他們這些就沒有管理公司的 就唯有可能住戶自己夾錢 夾到不夠錢給了 就唯有沒有請清潔 就推出垃圾在這裡 所以住在這裡的街坊其實都很擔心 但他又沒有辦法幫隔離糧舍清理 因為始終他不知道那個人是否確診者 就唯有逛逛的時候 就快快去過了 其實他自己都很擔心 不僅如此 有些劏房還要廚廁合一 寵廁所隨時污染旁邊的食物 有些就共用廚廁 風險一樣極大 很多板間房和床位 都是十多二十人 共用廚房或廁所 有些甚至是沒有廚房 他們可能會在自己的房門口煮食 但很多時候他們的房門 可能很接近共用的洗手間 你也不會知道其他床位的居民 會不會是有確診的情況出現 其實你這麼近的洗手間煮食 衛生狀況是很差 你不知道隔離糧舍有沒有感染 你其實只不過是在家裡吃過飯 其實你也可能會惹到 面對惡劣的居住環境 劏房戶無能為力 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買多些防疫和消毒用品自救 如果萬一種蟒 還要周圍撲成藥 這些額外開支 對於同時失業的劏房戶來說 絕對慘順加慘 一定不擔心,交足就先爭取他 上個月也沒有交足 唯有先捱一下,先捱著 等好花再玩些工作 辛苦,壓力很大 你也睡得不著 不僅開始大 恩女士覺得疫情之下 基層市民直接被政府遺忘了 他們努力配合 但得不到任何支援 好像她孫女最先病發 足足等了二十多小時 才在醫院取得退消藥 之後輪到自己 但打完所有政府熱線都打不通 這樣也沒辦法 沒人知道我們 唯有吃飯,買菜也要賣 對吧 唯有叫我先生到街上買 買也要吃回來 這些靠自己自救 沒辦法,真慘 2020年,政府推出 一筆過五千元 殷疏津貼給確診患者 不過恩女士就已經打定輸數 我們好像沒有資格 我是中了,但政府也不知道 我自己自拆的 是不是 你想打電話去哪裏 我們是無門的 我們是屬於無名的 不要說五千元的責貼 當時發病的時候 想是如果疫情不可以救我們 送我們給我們各個地方的隔離 即是有人來體制我們救了我們 即是我們的命大 如果命不大死都沒有人知道 確診人士一定要入住了醫院 才可以申請到五千元的殷疏金 但因為這波疫情實在太厲害了 很多都叫不到車去醫院 醫院也沒有修正 隔離設施也沒有修進去 基本上它就不符合這個殷疏金的定義 很多是居家康復的街坊 甚至連一張病假紙都拿不到 疫情下,就算保得住份工 飯工都會隨時中招 不過衛生計 很多劏房戶 包括做屋院保安員的葉小姐 都說無法選擇 唯有頂硬上 因為我們吃飯和衣服 即是入內院的 有二十幾單 都在那個 密閉的空間那裡 進化衣服 那它那個密的空間沒有窗 還有呢 其實原先就有布鮮風機 鮮風機壞了很久了 一直都沒有整 那麼就… 因為我們現在呢 有成多一半的女兒症團都確診了 所以我們每天上班都很害怕 很害怕不知道什麼時候都會自己確診 但是你不做又不行 不知道你有沒有反應 因為你手停 手停就口停 經濟壓力是不是都很大呢 是 是呀 很大壓力 公司又沒有提供那些火酒 那些口罩那些 都是普通的口罩 我們自己要買點火酒 吃飯店都拿點火酒 先勤進去 現在生活壓力真的很大 就是今天不知平日子 那其實那些 防疫抗疫基金 那些有幫到這些劏房戶嗎 剛才都有提到 有個一萬元的失業救濟金 但是我們很多街坊 其實就不是失業 它只不過是病了 就放無薪假 到它一陰性的時候 其實它很快就會再上班 似乎又不符合政府 說要失業了一個月的定義 現時全港有接近23萬人住在劏房 這些個案絕對只是冰山一角 疫情還在高位橫行 他們每天都活在水深火熱 政府在忙於抗疫的同時 是不是又可以給予劏房戶 多一些支援呢